许多人以为第五代战斗机最大的作用是凭借隐身能力来夺取制空权 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这只是隐身战斗机的一个任务 五代机存在最大的意义是依靠自身先进传感器 成为网络战场的一个信息节点 为其他战场平台提供战场态势感知和精确目标瞄准数据成为力量倍增弃 这趋势在F35上尤为明显 现在的F35被更多的看作是传感器数据的产生者 每架飞机都通过高速数据链与其他平台进行交互 以提供更强大的战场电子统治力 如果其他平台是F35则能提供1加1大于2的探测能力 F35传感器的核心是诺格研制的AN-APG-81雷达 该雷达的设计基于F2的AN-APG-77有源相控阵雷达 其天线具有高速处理器连接的一系列收发模块 可谓阵列中的不同TR模块分配不同的任务 也可谓需要更高功率或灵敏度的任务分配更多模块 F35装备的其他传感器系统包括 用于防御和空空作战的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 以及用于对地面目标进行精确攻击的瞄准系统 IRST系统被称为分布式孔径系统 由6个安装在机身不同部位的红外传感器组成 以提供全向红外探测和跟踪 DAS可以识别并跟踪来袭导弹和空中目标 凭借这些系统 F35在隐身状态下能通过MADL数据链实施情报共享 我国的歼20也具有类似能力 自该机在2018年服役以来 已经多次与歼16和歼10C演练编队战术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发挥信息节点作用 成为四代半战斗机的隐身耳目 发挥1加1大于2的战术效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